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的P2P中的运算符 以及运算符的一个优先级问题 那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往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的流程控制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流程控制 那我们的流程控制呢 因为任何P2P脚本 都是由一系列的语句所构成的 那这一个语句呢 可以是一个复制语句 或者是一个函数 也可以是一个循环 包括一个条件语句 或者是一个空语句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花口号呢 将这一组语句封装出一个语句组 这样的一个形式 而我们的脚本呢 是从上到下依次来解析的 当我们想通过某些条件 来执行不同代码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条件语句 首先来看一下 在条件语句中有的哪些形式 其实呢说到条件语句呢 之前我们也用过 用过一种if else的形式 这只是我们if语句中的一种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种形式 那首先第一种 if的第一种形式 if如果表达是为真 可以没有这段花口号 执行一条语句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拿它来做一个例子 来实验一下 如果表达是为真 来执行这一条语句 来一个p2p6 demo if 下号线1 if的第一种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写 if如果表达是为真 执行一条语句 只能执行一条 echo this is a test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echo一个continue 继续往下执行 那程序碰到if的时候呢 首先看一下这个表达是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能执行这一条语句 因为在这你看到 省略了这个花口号 你可以把它写到一行 也可以在下一行来写 都是一样的 接着执行完这个if之后呢 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你会看到一个continue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if1 this is a test 接着加一个换行 再来输出一个continue 你会看到 是执行到这个代码了 那这时候我们如何来证明 是这个表达是为真 才执行到的这一句代码呢 那现在我把它变成一个假 那现在表达是为假的情况 你是执行不到这句代码的 那整个if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 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会看到一个continue的形式 那现在你会看到continue 而看不到这个 this is a test 这是if的第一种形式 那这种形式呢 不建议大家来使用 那想使用这种呢 我们应该使用哪种形式呢 可以使用if的第二种形式来看 那第二种形式同样的是判断这个表达是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可以执行这个花口号之间的代码段 那说到代码段呢 我们完全的可以执行一条 执行多条 也可以一条都不执行 是一个空的语句 也可以 它就可以实现上面这种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当表达是为真的情况 可以使用if的第二种形式 if表达是为真 执行表达是为真的代码段 那现在我echo this is a test 接着我再执行一个 写生一个 br 再echo一个 hello world 或者welcome to mysedu to study plp 你看到我执行的这个代码段中 可以执行这一条 也可以执行多条 那现在如果表达是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这个花口号之间的这样一个语句组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会看到 this is a test welcome to mysedu to study plp 那现在是因为条件为真 如果条件为假的话 你是执行不到这个花口号之间的代码段的 那接着我们再刷新 就看不到了 同样的我们再把它改回来 改成真的话 这里边你可以什么都不写 因为是代码段 可以写一条 可以写多条 同样的 我可以什么都不写 效果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第二种形式 来替代第一种形式 因为当你写代码很多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丢了这个花口号 或者说一下子看不出来 这是执行的这一条语句的形式 那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这种花口号的形式 来执行我们的代码段 这是只是当条件为真的话 才能执行我们的代码段 那如果条件为假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if的第三种形式 来执行一下else if else的一个形式 如果表达是为真 执行表达是为真的代码段 else执行表达是为假的代码段 那其实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们经常的也会使用到 可以来个例子 if的第三种形式 if else的形式 它的形式呢 是这样的形式 if表达是如果为真 执行表达是为真的代码段 else执行表达是为假的代码段 同样的也可以 那现在写个简单的 我们可以来这样来写 if写成一个1 等于等于处的话 如果为真 我iPhone this is true else呢 我们就来给iPhone this is false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来看 还是要碰到if的形式 还是要判断一下 这个表达是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执行到它们之间的代码段 你可以执行一条 也可以执行多条 来一个水平分割线 同样的 否则 如果表达是为假的话 执行else的代码段 iPhone一个 this is false 接着 运行 你看到 this is true 接着一条水平分割线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来 当表达是为假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执行到else 我们再来一个全等 这时候呢 整个表达是为假 会走到我们的else this is false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当 有假的情况 你也可以 加一个else的形式 实现这种 if else的一个语句 那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用if else就不合适了 这只能针对一个条件的真假 来做的一个操作 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这种 if else if的语句的一个形式 那首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来看一下 if else if这种语句形式 它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的 来 再数出一个水平分割线 红线以下是新的内容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写成一个 if else if的形式 也可以这样来写 也可以这样来写 if else 空格if的形式 它的形式是 判断这个表达是1 如果为真的话 执行表达是1 为真的代码段 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再来判断第二个 表达是2为真的话 执行表达是2 为真的代码段 依此类推 点点点 这是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那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的 做一个例子 写成一个if 写成一个3 大于1为真吧 为真 echo一个3 一行1 else if再写成一个3 大于2为真吗 其实也为真 echo一行2 接着再来第三个例子 else if3 大于3为真吗 echo一行3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首先碰到这种if的形式 先拿出第一个表达式 看的是真还是假 那如果3大于1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这个花口号之间的一个代码段 会出现一行1 接着整个if语句就结束了 那现在你会在程序中看到这一行1的一个效果 整个if语句就结束了 那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假的话 你来看 3大于11 那现在碰到3大于11 整个表达式是一个假 第一个条件为假了 那接着往下来走 看一下第二个条件是否为真 那接着你发现3大于2是为真的 会看到一行2的效果 没问题 所以说碰到任何一个匹配到的结果 都会执行到相应的一个代码段 之后整个if语句就结束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写成一个什么呢 写成一个if dollarsusername等于等于king的话 I call一个helloking elseif如果用户名不是king的话 如果是admin的话 记住是两个等号 如果等于admin的话 I call一个helloadmin 在elseif多个条件你可以无限的去写 等于等于king的话 I call一个 helloking 再往下还可以再来写 elseif dollarsusername再写一个就可以 等于等于一个ros的话 I call一个helloros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我可以来复制一个 dollarsusername等于king 同样的遇到这种形式 先判断第一个表达是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会输出helloking 这样的一个效果 没问题 那现在我写成一个king1 首先没有这样一个用户 username等于king不等于为假 username等于我的me也不等于 依此类推 没有任何一个符合我们的条件的 整个if语句也结束了 那现在结束之后呢 你再来看 没有匹配到 那程序继续下下执行 接着会走到这 echo一个continue 会看到一个continue这样的效果 因为没有匹配到满足条件的这样一个记录 所以说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使用这种if else是可以的 if else if 同样的也可以加一个空格也行 这样写效果也可以 接着你变化一下写成一个quen 这时候应该出现一个helloqueen 好刷新 你看到一个helloqueen 接着continue 那如果说都没有满足的话 只会执行到我们的queen 只会执行到我们的continue 因为没有条件满足 那其实没有条件满足的话 也可以给它加上一个else的形式 可以在后边加上一个else 当以上条件都不满足的话 执行到我们的else语句 以上表达是 都不满足 会执行到else语句 那现在同样以它为例 我们再来写一个例子 加上一个else的形式 写成一个if $state等于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1 if$state要等于等于1的话 echo一个星期一 else if$state要等于等于2的话 echo一个星期二 else if$state等于等于3的话 输出一个星期三 我就简单的 我就简单的echo这几个就可以了 星期三 接着其他的我就复制一下 4 5 6 日 5 6 净成一个 0 稍微改一下 4 5 6 日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day等于1 满足我第一个条件 应该输出一个星期一 那接着 hans branch 应该写上一个hider 这只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测试 现在会看到一个星期一的效果 那现在当我们说这里边写成一个day等于11 首先你发现没有day等于11的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加上一个else echo一个非法日期 非法星期 好 你发现以上这些表达式都没有匹配到的话 这时候会走我们else之间的代码段 刷新 你看到一个非法星期 那这个else呢不一定是必须要有的 如果说你想以上条件都匹配不到的时候 想走一个else 可以加上这种形式 那现在不加呢也可以 那这是我们这种if else的形式 当有多个条件的话 就可以选用这种if else 好 现在看到if的前几种形式 其实呢比较简单 我们都用过 这是if的前五种形式 那下来之后呢 先把这五种形式搞清楚之后 我们再往下来看 还有像if的嵌套 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是一样的 好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讲解了我们if语句的几种形式 下来之后大家把它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来之后 简物